打破月经贫穷 除了关注经济处于弱势的群体之外 也应该在获得卫生面的渠道上加以改进 让女性能够在有需要的时候 以最快捷的方式得到卫生棉 例如在公共场合的厕所设置卫生棉贩卖机 以及在校园内的厕所提供卫生棉 拉曼大学简称U大 在2022年6月开始 就在双溪龙校区内的女厕所提供免费卫生棉 而这项计划是由当时的学生代表会的学生代表 自主发起的 在上一季的宣言中 他们有讨论到关于马来西亚女性权益的话题 然后他们也发现到很多国外的大学 比如说台湾的大学 他们会在他们的女厕所中 为那些女学生提供许多免费的卫生棉 苏格兰早在2018年的时候 就已经实施校园内提供免费生理用品政策 并在2022年通过生理用品免费法案后 成为世界上首个向全民免费提供 女性生理用品的地区 2020年的时候 中国的校园内也兴起了 卫生棉互助和运动 采用取一放一的方式 让应急的卫生棉可以持续地保持供应 他们当时也是有关注到 许多关于马来西亚月经贫穷的报道 然后从报道中 他们得知 会有很多来自贫困家庭的女性 他们会因为买不起卫生棉 而选择使用叶子或者布料 作为卫生棉的代替品 然后我觉得这十五一 是一个非常不卫生的举动 然后他也认为 目前马来西亚的人民的思想 是比较保守的 虽然女性生理期 是个很正常的生理现象 可是许多女性 在面临月经平前的货题上 还是会比较不敢去讨论 当女性口袋里的钱 不足以应付卫生棉的开销时 也不敢说出口 更不知道可以向谁求助 导致很多人认为 月经贫穷只是无稽之谈 我们是觉得这个计划的话 是可以帮助这个 Youta Sun Yolong的所有的女学生 还有女职员 然后也是可能有任何的女性 需要这个福利的话 也是可以来拿卫生棉 这样子希望可以帮助到每个女性 其实根据我们的记录的话 我们每一个月会消耗大约600片的卫生棉 然后我们遇到最大的问题 其实就是那个化缘不足 然后我们可能就是供应会断掉 所以我们其实也是有做一些预算 然后可能在卫生棉不足的时候 然后我们就会去找责任来责任来责任 他也提到小众的牌子 会比大牌更愿意捐赠卫生棉 以此作为一种宣传手法 主要是因为我们是大学生 所以我们也没有很稳定的经济来源 所以我们目前这个project的资金 是取决于赞助商的赞助 或者是社会的热心帮忙 所外我们有在那个学生棉 就是这个位置的前面放一个捐赠箱 如果学生想要通过他们的一些支持 来帮助我们的话 也可以在那个捐赠箱那边捐一些卫生棉 然后我校的学生事务处 也是有对这个project提供了很大的帮助 他们会买一些卫生棉来支持我们 因为我们的存货其实真的不是很够 学生事务处的裸玉龙 对学代汇的卫生棉计划也占许有加 因为我们的学生们有些时候也是需要急需 没有带足够的卫生棉 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的决策 对B40的学生也是很好的 我们学校的B40学生还是蛮挺多的 然后大学其实也有一些积极的program 厕所内所提供的卫生棉 对需要的女性来说就像是及时雨 就好比你在厕所上大号时 厕所内有提供随手可得的厕纸一样 令人安心 因为可能每个人有一些女生都会 很多女生都会寄他们的月经的那个日期 就有时候如果她提早来你也不知道 然后就会去拿 拉曼大学在双西隆校区 有两栋分别为十层和八层的建筑 而提供卫生棉的厕所 则是涵盖在大多数学生活跃的楼层 并不包括教职员办公室的楼层 目前的话是11间 就KB这个楼层的话会有7间 然后另外一个楼层 会有4间 根据我们当时的存货 可是正常来说是一次会放10个 通常个两天去看就一定是空了 卫生棉针对不同的时刻 需要不同的尺寸 而每个女性平均每个月 都要花10到20令吉来购买卫生棉 累积起来也是一笔不小的款项 因为我是囤货的 我不是来的时候才买 我就是可能会一次过囤半年 或者一年的量 因为我家里其实女生也蛮多的 所以可能一次过囤的话 上一次我是日用、夜用 就什么尺寸都买 就花了差不多800 但是用了一年了 还是有的 学生代表会在每年五月份的时候 都会通过校园选举 推选出新的委员会成员 只要是有女性需要这个福利的话 我们会一直持续下去 然后我们也是想要借这个机会去 攻克这个月经平均这个问题 当然这个计划不能说 永久性地去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只是希望这个小小的一个举动 可以让大家去提高这个尝试 然后也希望可以帮到每一个需要 我们免费福利的各位女性 我觉得私立大学里面 其实面对这种问题的 应该是比较少数 不可以说完全没有 可是应该是占比较少数的部分 可是我认为这种少数群体 也是我们应该要帮助的群体 不应该因为它是少数而去忽略 月经只是一种自然的生理现象 卫生棉也应该是一件 再正常不过的物品 它可以避免女性 在面临突发情况时的 不知所措和尴尬 期待在不久的将来 在厕所里提供免费卫生棉 这一项措施能够普及化 让女性可以收到更好的客户和对待 前线视窗采访报道